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說說馬雲 就是阿里巴巴的創辦人 在這個外媒有兩個重大的消息 一個是說阿里巴巴會被罰10億美金 第二個消息就是關於馬雲現在身處何況 大家記得他在2020年大概是10月 一年前左右或者一年多前 在中國一個金融論壇猛烈批評中國銀行的監管制度 也將比喻是一種當普思維 大家明白當普的意思 即是來年夜去押給你錢然後就九出十三歸 即是很高的利息你去贖回的時候給一大塊錢 然後才可以贖回你那樣東西 這種當普思維他就說現在中國的銀行 基本上那種監管模式和監管當普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一定要一大塊錢 一個磚頭也好什麼好去抵押才行 那麼他說這樣的金融的發展 基本上 是沒有什麼出路的 那麼也都對於中國的這個銀行 或者是這個保險的監管制度有很多個批評 那麼在那次的論壇之後 阿里巴巴就面臨非常之嚴重的 包括這個螞蟻集團本來就說要上市的嘛大家記得嗎 在香港有IPO好像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上市 那麼最後就 叫停啦 令到很多香港的搞這個margin等等那些 第一就建材化水第二就雞毛鴨血 那麼這個就是 在中國的這個體制底下 你那個領導人 你那個集團的領導人 說錯一句話你可能會遭到滅頂之災 好了 自從那次公開露面之後就好像過去一年 偶然都聽到他有些消息的 譬如說在 杭州他的老家 有些教師的活動參加然後跟著就不見了 那麼究竟他人在哪裡呢 那麼前幾天就 英國的金融時報有一個非常之詳盡的報導 那麼那個報導就說他已經在 日本的東京 就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差不多是 半年的時間了 知情人士就說他在東京的逗留期間 一半是非常之 低調的 只是帶著這個私人的廚師 中國人就是 一定要吃適合胃口的東西 吃飯 很多人說在外國沒有飯吃 挺好笑的 日本一定有飯吃 吃不吃慣日本的日本米 帶著私人的廚師和保鏢 好 將這個公開的活動降到最低 他的社交活動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 在 這個 這個私人的俱樂部 私人的豪華的俱樂部那裏 有 有活動作為一個活動中心 這個私人俱樂部在東京的銀座 另一個是在 黃宮的 近住黃宮的遠之內的金融區裏面 這個豪華俱樂部 是 在銀座已經成為了 中國富豪的社交中心 換句話來說據金融時報的了解 有不少的中國富豪 是隱居在 日本 隱居在日本的東京 他們有些在東京定居 也有些在東京長期居留 你知道日本移民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入籍更加困難 他已經在這個東京 市中心隱居了 這個 將近六個月 為什麼會消息歷跡那麼長的時間呢 原來他去了 東京 另一個 熟悉馬雲的日本的藝術界 表示馬雲 買了很多 日本的藝術家的畫作 他是一個狂熱的收藏家 可能是投資 他自己是說 畫水彩畫來打發 時間 另外一個消息就是 他說他被罰 很雞毛鴨血 大家 說完當譜思維之後 阿里巴巴 第一做個螞蟻金服 突然之間 取消上市 很厲害的 2886億港元 取消了 然後罰錢 說他濫用反弄亂法 對阿里巴巴 罰 28億美金 218億港元 這個就是 上次說在 螞蟻金服 之後 罰錢 這次有個消息 就說 現在準備對這個螞蟻集團 罰超過10億美元 罰款 中華監管機構 央行一直推動螞蟻集團的改革 在過去幾個月一直跟螞蟻集團罰款的事 進行 溝通 然後就說 越來越多討論 最快在 2023年 即明年的第二季 就會宣佈罰款 他違規無罪資本擴張 自由商業行為 導致金融風險 反壟斷法已經罰了百多億 人民幣 已經創下歷史紀錄 現在就再來一宗 看來要整治阿里巴巴 沒有底線 馬雲定居東京 說偶爾會離開美國 去其他國家 亦都在東京郊外 溫泉滑雪勝地 逗留 這個就是金融時報的 獨家的報導 很詳盡的報導 馬雲 潤 潤了去東京 很多富豪 都是 已經退下火線 不做 他的 自己創辦的 科網巨企 CEO 董事長 全部退下了 有些也是賣了他的股份 是桃園 然後 急急腳離開中國 這些富豪 固然是 尤其是 科網巨企 你說平民百姓被割韭菜 當然是 但是那些韭菜的量 很少 富豪被割韭菜 現在真是很遲 所謂的解放 沒有多久 本來就是 說 那些資本家 1949年之後 為何 到50年 51年 那麼多資本家 開始 覺得後悔 為何不是早點離開呢 因為他們留下那些 當時留下那些資本家 就聽了共產黨說 會繼續容許這個私營的 這個企業的存在 私營的經濟的存在 有些不信的人 就很快走了 然後帶著 資金和技術來香港 香港由一個小魚磚發展成為一個當年的 工業 製造業的都相當不錯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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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地方 包括紡織制衣 就是拜這些來自上海的紡織業的 資本家 所持 現在在香港很紅的 這些 在建制裏面的人 他上一輩都是在上海來的 可能是做紡織等等的資本家 英年就是其中一個 那麼 那麼 今天 如果你看回所謂解放初期 資本家在內地遭到 譬如要公私合營 基本上不只是公私合營 就是重複又重複 本來就是全面的公有制 全面社會主義化 共產主義化 後來發現 原來無以為計 改革開放容許私人經濟的存在 於是民間企業越做越大 到有這個 網絡 就是 興起的時候 就有 不少的 這些富豪 有可能有黨的支持 之類 我不知道中間的股份是怎樣 民企就開始慢慢發展 成為一隻 在當局來說 會有威脅 亦都是好似難以控制的 一個科網的一個怪獸 於是 在 瑞賢 不是瑞賢 他的美式 瑞賢 他的錢 情況下 又割他糾倉 尤其是 在今上 穩固了權力之後 這群富豪真是很害怕 你看到很多跡象 共同富裕 要賺錢的途徑 要調查等等 已經在割忍 例如你螞蟻金服突然不讓他上市 要罰錢 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 要撥一些錢 去做所謂的慈善 那些富豪一直都是乖乖聽話 全部都很聽話 但直至到為什麼人們開始走呢 他發覺有些不對勁 似乎不只是看你的錢 不只是看你部分的錢 可能要全企業拼吞了你 拿了你 你沒有的 可能下一步就是你的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 你不走 不走可能命都沒有 於是這些富豪當然有自己的辦法 那麼多錢富可敵國 問題出著這四個字 富可敵國 如果你的財力是足以同 執政當局抗衡 他就會把你視為一個威脅 在俄羅斯 俄羅斯和普京的做法 要是你讓我加入 聽我說 你的錢 我的錢是我的 你的錢也是我的 要是這樣 要是 不知在哪裏被跳樓 或是突然之間心臟命發 又被人落毒 在俄羅斯的做法就是這樣 在中國的做法就要用很多的方法 去抽證你 罰你錢 可能 你看到有些富豪批評 今上你都坐牢 一判判很長的時間 你批評我 我就一路去步步 向你進逼 然後就沒收你的財產 可能將你收監 那些富豪看完 當然不對勁 就走 不單止這些科網巨企的富豪走 影視界也走 傳很多名導演 這些明星全部都有外國護照 在外面買樓 在美國買豪宅 送家人過去 最重要是人身安全 然後慢慢把錢移走 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 因為不對勁 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沒辦法 就在那裏 你躺平也好 都割你狗菜 你走不了 貧賤不能移 不能移民 富豪有自己的辦法就離開 馬雲是一個表表者 大家都明白 他都很靈活變通 知道上次 嘗試了水溫 然後批評 中國的監管當局 後果是如此嚴重 差不多被枝解 你還不走 還不走下一步就抓你 這就是今天中國 所謂民企 一早回去解放 初期 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歷史是這樣的 兜兜轉轉 舊中國 過去新中國的資本家 有這樣的遭遇 我想這群富豪都數是獨立士 他們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都是資本家 都是很有錢 他說被人要割 那 Rac 那他們有很多錢就讓 sofa 就是被割出 問題在東西 減掉了 guidance 割完又夠裂 割完之後又要割 割剩了吧 就對付你 當年那些資本家好像鬥地主一樣被鬥 一個政治運動來的時候 不走? 當然走了 我相信 馬雲行蹤被曝光 其他的富豪究竟是怎樣 有機會陸陸續續 你多麼低調也好 都會有機會被曝光 看看有什麼新的發展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脆微的新聞 亦都反映到中國今天 這班富豪的處境 中國人民的處境 亦都包括香港富豪的處境 經到這裡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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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